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要將攪拌勾置放到我們Ostin上 首先我們要放攪拌勾之前 我們可以先放上我們的刮刀 刮刀一樣放在內側 放完之後我們再放我們的攪拌桿 攪拌缸 攪拌缸上的攪拌勾放上去時 放在後方的孔洞 放置完畢之後 將我們的拉桿往內壓 壓到最底部 壓到最底部的時候 將我們的攪拌勾稍微往下壓 再往內推 記得一定要將拉桿壓到最內側 壓到最內側它的直徑會達到最寬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輕易的將我們的拉桿往下壓 往下壓 當它扣住攪拌勾的孔洞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再慢慢的放回我們的攪拌勾 這樣其實可以做我們攪拌麵團的動作了 那再來我們在操作的時候一樣 當開啟開關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速度 右邊是開關的控制 左邊是它時間的控制 記得攪拌勾與攪拌勾與揉面器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選擇的段數屬於低速跟中速 那我們的Austin攪拌勾與攪拌勾 它的控制它是屬於無段變速 無段變速顧名思義 它是可以直接 直接做加速 接著我們要取下我們的配件的時候 先關掉開關 當完全停止的時候 先取下刮板 取下刮板之後再來要特別注意 右手壓住拉桿至最頂 壓住拉桿之後 我們的左手自放在拉桿上 右手跟正 左手自放在拉桿下 要抵住我們的攪拌勾 右手拉住我們的拉桿 這時候我們要使點力 將我們的拉桿往內壓 不要讓它彈回去 不要讓它彈回去 壓住之後 抽起我們的拉桿 抽起拉桿之後 我們再輕輕放回 輕輕的放回 不要瞬間彈回很危險 這時候 將我們的拉桿 攪拌勾 取下即可完成